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各位 我忍不住了 我们刚刚在上这个最新的产品 就是Zangosu Boss 的这个Train The Trainer 然后现在是休息5分钟上厕所的事情 我忍不住一定要跟你们报告 到底这个新的产品是可以带来怎么样的 这个人类的贡献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首先先知道Enzyme是什么对不对 以前有一个诺贝尔奖德主 他有讲到Enzyme 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酵素 它其实就像灯泡进来的那个电源 只有那个电源进来 那个灯泡才会燃 所以我们人也是一样 我们今天能够打气 还是能够走路 能够放屁 砸眼睛 讲话 全部都是因为有那个电流进来我们的身体 那个就是Enzyme 那个就是酵素 那根据WHO世界卫生组织公文报告 60%以上的人患糖尿病的人 都是亚洲的人 我们吃的太好了 所以今天要跟你们讲的就是这个ZENGOSOBO 因为大家都很懂的营养学 大家也知道这个酵素不是一个新的东西 但是我们的酵素到底跟市场上有什么分别 来我们的酵素里面总共有98种的精鲜植物在里面 98种包括日本的蔬菜水果 还有Brazil 巴西这一次也加在里面了 那日本的水果 如果你有去日本的话 你就会看到日本的水果 你单单看就觉得它非常好吃了 对不对 你就觉得说它一定是最甜 最多汁 哎呦讲到我流口水 最多汁的这个水果 全部都很漂亮 因为他们地理位置的关系 所以可以种出很漂亮的这个水果 然后再加上 因为日本是一个火山地来的 它有很多土壤很丰富 营养很高的矿物质在那边 所以再来呢就是另外一个就是 Brazil Brazil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地方 它里面有Amazon 我们讲到巴西 我们就想到Amazon 亚马逊它的size 如果我没有听错 是比马来西亚更大15倍的 然后它这个地方是整个都是不受污染的 因为根本没有发展在那边进行 水盐也经历了过2000多米的岩石来过滤 所以它所有的水盐全部是高抗氧化的泉水 所以那边种出来的这个巴西的梅啊 巴西的坚果啊 这些全部都是非常的丰富营养的啦 然后呢 再来啊 98种的蔬菜水果里面呢 就包括了38种的水果果实 好像无花果啊 护盆子啊 巴西梅也就是Cherry等等啦 17种的蔬菜 有牛蒡啊 南瓜 Carrot等等 然后再来20种的坚果类 灶米啊 红豆啊 豆类这些哦 然后11种的草本植物 好像肉桂香茅等等 再来就是12种其他的海带昆布啊 巴西蘑菇巴西坚果等等啊 OK 然后发酵过程是经过8年各位 整个市场的教肃科技 最高最高之前 只可以来到5年 5年以上啊 就很难做得到了的 因为要克服很多难处 要很高科技 所以我们终于克服了 我们做到8年的了 8年 OK 所以8年呢 我们8年做到8年了 而且还能够平衡里面的营养的 这个活性的功能啦 再来呢就是很方便携带 因为粒粒小小弟 我刚刚一直在找 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给你 应该是像我耳环这样大吧 就小小粒小小粒 大概这样 小小粒的 好然后呢它是 暖不像暖糖 但是 你捏下去你还是能够捏扁它的 一粒一粒状的 然后呢 每一个人一天 需要吃的是8粒就够了的 8粒 然后再来就是 先在这里警告一下 因为非常的好吃 你的孩子一定会 去偷拿来吃 他会一直给你吃很多粒 太好吃 如果你觉得 这个在城里 真的太好吃了 然后再来呢就是 因为这个科技是 经过日本独特 这个传统的技术 去把它做成这个粒状 然后还可以保持住 它的火星 真的很厉害 这个 然后呢再来呢 临床验证出来 抗氧化 可以抗氧200% 各位200% 再来就是帮助肠胃蠕动 好像我自己本身 我肠胃并不是很好的 但是可以帮助到肠胃的问题 87% 100个人吃 87个人会好 没问题 然后血糖的问题 可以改善87% 然后还有 抗氧化的问题 也可以改善67% 还有血浓度 如果那个血是很浓的 会导致 就通常都是高血压 跟高胆固存的人的问题 也可以改善73% 这个都是临床面证 那小孩吃呢 可以帮助他营养的吸收 成人吃呢是帮他的血糖 血压高血压 这些人啊 血脂 然后血的糖分很高的 血的脂肪很高的 都可以帮助到年长的 强化他的engine 再来呢 孕妇的话就是增强活力 让孕妇会很累 所以暂时 我所拿到的资料 刚才我抄的 这些资料呢 都在这里 我们的train the trainer 已经开始了的 在那里 所以现在还延远呢 正在停住 有好几个很棒的见证 相信过了今天呢 这些见证啊 还有这些资料啊 全部complete的 就会出了 我先给你们一个preview先 好不好 所以我的分享到这里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谢谢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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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